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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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我是林伟林老师 我们要继续来谈 什么样的来做 灵修跟静默的一个操练 那我们谈过 其实在圣经的里头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上帝邀请他的百姓 进到旷野的里头 为的是要来预备 来塑造 并且要对我们说话 所以进入旷野 基本上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学习在那里 透过独处 透过静默 我们要来与神相遇 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 所以聆听神 基本上是一个安静的一个操练 所以透过安静 我们一方面是预备自己 我们一方面 也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 我们等候神 我们与神相遇 那安静的操练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当中 我们要来谈 怎么样来做静默的一个操练 到底在一个独处的状态的当中 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是真的是脑筋空白的 在那里什么都不想 还是我们在那里发呆呢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当然我们也很难 避免一件事情 就是许多人在静默的时候 好像说要等候神 可是就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因为不太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事实上在安静 等候静默的一个历程的当中 我们真的不是要去做非常复杂的 我们说在旷野里头 基本上既然我们要分别 像在闹事里头的 那许多复杂的 这个外界的刺激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在旷野的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一个预备自己 然后来亲近神 以至于能够聆听神的 一个领受的一个学习 所以有一段画 其实是出自14世纪的 一个灵修的作品 叫做不知之云 那这个非常特别的 14世纪的灵修著作呢 它的作者基本上是始终 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作者是谁 而在这本书的里头 有一段话谈到 当我们可以透过 在旷野当中的独处 静默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神 就建立了那真实的关系 很深刻的真我的一个关系 所以请注意 这个荧幕上的这一段话 它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说这是你应做的事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 要提起你的心对着主 带着温柔兴奋的爱 只单单渴慕祂 而非祂的恩赐 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 和渴望在他身上 让这成为你头脑和心灵 唯一的关怀 尽力忘记其他的事 不让你的心思和渴望 与任何事物人纠缠 所以这一段话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到底他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我们等候神 在静默独处的当中 到底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做些什么 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的 一个学习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集中在神的身上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 话约成为四件事情 那这是一个比较 容易让我们清楚的 其实它有八句话 那这八句话 其实谈到是四件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情 大致上是两句话 第一件事情 这是你应做的事 什么事 第一 提起你的心对着主 带着温柔兴奋的爱 所以这里头 其实就好像我要用一个比喻 来告诉我们 就是当我们进到 那个神圣的空间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旷野 我们来跟上帝相遇 我们与耶稣相会 我们就用人跟人的一个约会 来作为我们所理解的 事实上人神的关系 真的跟人际关系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神是非常具有位格的 他不是一个概念 他不是一个信念 他也不是一个朦胧的 一种灵的存在 事实上他用一种位格的方式 用天父 用朋友这样的一个身份 让我们明白 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相交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用这样的方式来想象 就是我们跟耶稣要约会 那这个我们所选择的 这个不被打扰的 一个美善的 一个神圣的空间 其实就是像旷野 它没有太多的东西 使我们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以至于当我们在那里 等候耶稣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该做的 其实他就是说 当我们跟耶稣相约会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呢 你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提起你的心 带着兴奋 带着温柔的爱 这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跟 我们最喜欢的人相遇 我们要跟我们最喜欢的对象 来相约会 所以呢 就好像我们先到一个地方 我们坐在那里等 然后呢 我们好像就 这个拉长脖子 在那里远远地望 他来了没有 他来了没有 然后呢 带着非常雀跃的心 期待他的到来 所以就是带着温柔兴奋的爱 举起你的心 所以是带着期待 带着盼望 带着一个开心的 一个心情 这样的来等候他 然后我们等人的经验 大概就是这样 你就看着看着 哎呀 好像有一个人过来 哎有点像 有点像 哎不是 哎是是是 来了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其实耶稣靠近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灵会有感受 所以到底 我们是在等一个虚无的呢 还是神是可以亲近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心会有领受 所以耶稣靠近我们 我们是知道的 以至于我们的心灵里头 当这样的期待的时候 我们里头的那个平安 的那个温暖 会告诉我们 耶稣靠近我们了 我们知道他的临近了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呢 他就提醒我们说 只单单的渴慕他 而非他的恩赐 所以如果我再回到人跟人之间的约会 那就是当你好像心灵里头 依稀仿佛知道 耶稣靠近了 耶稣靠近了 这时候呢 他提醒我们 不知之云的作者告诉我们 请你单单可慕他 而非他的恩赐 就是不要去注意 耶稣有没有带伴手礼来 哦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相遇 结果呢 我们远远地看见 啊 你怎么空着手来啊 这样我们就不高兴了 那到底我们是在等人 还是等礼物呢 那其实这里头 也同时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跟神相约会 我们等候他 我们真正的动机是 我们是在乎他呢 还是在乎上帝要给我们什么 其实在我们的里头 多多少少 对神是有很多要求的 对神是要很多东西的 可是当神好像 好像只有他自己来 他没有带礼物来 还没有好像把我们要的东西 回应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想理他了 那实在是很现实 那这其实就失去了 我们在旷野的里头 我们等候神 我们要与他亲近的 一个真实的意义 所以其实这里头 是在整理我们的动机 在这里头 请把我们的焦点 单单地放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宝贵 就是他 所以当爸爸出差去回家的时候 不要太在乎 他有没有带礼物 最重要的是爸爸回家了 这才是真正最大的礼物 好 然后呢 第三件事情 耶稣坐下来了 耶稣在我们旁边 耶稣要与我们谈心 第三件事 他就提醒我们 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 和渴望在他身上 让这成为你头脑和心灵 唯一的关怀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我们在跟耶稣 这个并肩而坐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与耶稣有一个交流 心灵的交流 那要提醒我们 不要叫自己的注意力 飞来飞去 所以要让集中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跟渴望在他身上 这不就是我们等他半天 我们所期待的吗 就跟他可以好好的谈心啊 然后呢 他这里面谈到 让这成为你头脑和心灵 唯一的关怀 的意思是 不要分心 我们会不会分心 会 当我们在跟朋友 约会的时候 也许他是你 非常喜欢的人 非常重要的朋友 你也跟他谈得很开心 可是谈久了 你就会发现 你的脑袋在飘移 你的人在那里 你的嘴甚至可以回答的话 可是其实你的眼睛 跟你的脑袋 已经飘出去了 你可能就开始注意 旁边走过去的人 什么东西飞过去 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那个环境背景 开始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开始在分心 那当我们在跟别人 对谈的时候 其实最切记的 我想我们不会喜欢一个 朋友跟我们在聊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在回答你 可是你知道他人在心不在 这种 这种实在是不太尊重 对方的一个表现 可是我们跟沈香蕉 其实很容易这样 为什么 因为沈是看不见的 可是我们却能够 在心灵的里头 体会得到他在 可是我们自己 可能就不在了 我们只是人在心 已经不在了 所以当我们在安静的时候 老师说 这是一个我们学习 静默的一个 需要去操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如果五分钟十分钟 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运用 所以在这里头 其实是可以容许 当我用这样的例子 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非常地具象化 我等于是运用一种方式 就叫做我们的想象力 来想象 并且用我们心灵来体会 耶稣的靠近 耶稣坐在我们旁边 这是我们的心灵可以体会得到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开我们的心 呈现出我们的真我 让神跟我们对话 但是在我们跟神对话的过程里头 难免我们真的会犹豫 就跑掉了 这个跑掉包括我们 就开始发呆起来了 我们的心神飘荡 很多很多别的东西 可能会跑进来 一下子这里痒痒抓抓 一下子肚子饿想 开冰箱 一下子你想干这个 一下子干那个 其实在我们灵修的时间里头 有太多的感觉 从身体的到心灵的到情绪的 都会让我们中断 我们对上帝的注意力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跟一个大人物 一个校长 一个院长 一个重要的大人物 他被我们邀请 我们坐在那里 就算我现在很想怎样 我想去喝口水 我都不可以 我必须专注的 好好的跟他在这段时间里头 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所爱的 我们所等的基督 我们的父 我们的神 我们应该有的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至于你的作者 其实就告诉我 如果你分心了 没关系 回来 再一次的集中 你的注意力 跟你的渴望 这是你的好朋友 不要不理他 在他的身上 第四件事情 就是回应第三件事情 就是尽力忘记其他的事 不让你的心思和渴望 与任何人事物纠缠 也就是说 你真的会跑进来什么东西 譬如说 哎呀 我跟瓦斯没有关 哎呀 我想等一下我好像需要 马上去干件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个灵修祷告的时候 难免只要时间超会长一点 这种东西都会冒出来 怎么办呢 其实他在里面讲 不要管他 你也许想这个瓦斯没关 这比较严重吧 没关系 这个你就去关吧 那但是呢 其实为什么要到旷野去呢 因为旷野没有瓦斯需要去关 也就是 如果你选错地方 来清静神的时候 你真的很容易被干扰 可是如果你是在 类似像旷野这样的地方的时候 那只是一种 一种心思意念的飘荡 而当这些东西飘进来的时候 不要被他影响 另外一个方式很实际的就是 如果有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从你脑袋冒出来 把它写下来 然后就割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操练 就是我们把这四件事情 带到我们的静默独处 那我说过 所有的静默独处 可以从十分钟这样的一个单元来开始 所以在我们灵修 开始读圣经之前 其实我们如果匆匆忙忙的灵修 通常我们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一坐下来 赶快翻一翻 今天进度在哪里 读读读读读读 嗯好 问题看一看 嗯想一想 然后就觉得说 我今天有灵修 上面有一段祷告完 或者是我们就很简单的祷告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今天有灵修了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例行 有时候会变成真的是例行公式 那如果我们的时间 不要这么紧张的时候 那通常我会说 如果有半个小时 就会好一点 其实半个小时是不太够了 可是呢 半小时为基准的时候 还是会建议大家 前面的十分钟 前面的十分钟 真的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 这样的一个等候 这样的一个 预备自己的静默 其实是好像什么呢 我再用一个比喻 就是 其实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状态是没有预备好的 我们像是一杯 充满了里面杂质的水 充满了杂质的一杯水 所以它是非常的不清明透亮的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透过这杯水 其实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里头很多的杂质 所以呢我们需要摆它在旁边 让它怎样沉淀 以至于这些杂质 它会被我们认出来 它也会慢慢地沉淀 以至于让这杯水是清明透亮的 然后呢 它才是一个可以再被我们增加什么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段话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那个十分钟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 那个十分钟其实不是发呆 因为发呆你真的会睡着 那个十分钟其实是举起你的心 带着温柔兴奋的爱 然后呢你知道你在等谁 你不是空的脑袋坐在那里 所以是举起我们的心很清楚地对着 耶稣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 而在这个当下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体会 那在这个体会的过程里头呢 其实是有一些学习可以来做的 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二三四 其实它的次序 它可以随时这个是可以来交替变化的 那每当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断地聚焦在神的身上 以至于让自己的一些杂念沉淀下去 所以这里面就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发现我有什么样的意念跑进来 就不要管它 尽力地忘记它 让那个杂质沉淀下去 那在杂质沉淀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你需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意识到那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讲 你发现你这里痒 你想要去做一点你习惯的事 就比如你想看报纸 你想去吃东西 这些你会发现 这些你会发现你把它放下来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动作就是 我不要马上去满足我肉体的欲望 我把它放下来 这是一个所谓的尽力 忘记它 并且我不要进到那个东西的里头 或者说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到一个工作 你不要去想那个内容 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放下来 而放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就不再被那个东西抓住 你的情绪跟你的意念 不必要进到那个 不要跟那件事情做互动 只是你知道有这回事 然后你把它放下来 这就叫做那个沉淀的一个历程 然后呢 再一次的让你的注意力 是单单的渴慕耶稣 所以我们的心灵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纪律的当中 所以其实属灵操练是一种纪律 在这个纪律的当中 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知道 主啊 你在靠近我 那个温暖的感觉 然后呢 这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不要太快的进到 渴慕祂的恩赐 就是你不要觉得基督临近你了 主靠近我们了 立刻就住啊 我要这个住啊 我要那个 不要祷告 这个时候不要祷告 不要祈求 就是单单的 开心的 这个欢迎耶稣 靠近你 好像祂是你的好朋友来了 请坐坐在我的旁边 然后呢 集中你的注意力 跟渴望在祂的身上 所以其实是不断地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集中在这一位 虽然你看不见 但是你的灵里头是知道的 然后你集中在祂的身上 以至于呢 你的心灵 跟祂的 这个跟我们的神 就是有一种 心灵神会的交流 而在这当中 其实 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说话 不要急着说话 而是 学习 注视耶稣 学习 注意祂 同时 其实就是在聆听耶稣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你有可能会发现自己 什么呢 发现我们自己的情绪 就是那些东西杂质会出来 你的情绪会出来 可是就像第四件事情 所告诉你的 每一个发现 就是一个你放下的时候 每一个发现 就是要你暂时忘记的时候 以至于你的注意力 要不断地回到耶稣的身上 让这成为你的头脑和心灵 唯一的关怀 然后呢 尽力地 忘记所有这些 跑出来的东西 所以 在这当中 其实就是我们 辟出了 我们的一个心灵的空间 辟出了我们整个的 内在的注意力 然后 我们就是单单地 悦纳 单单地喜悦地 然后去享受 耶稣跟我们的在一起 所以这里头 其实是不断地 觉察自己 里头的那些浮现的杂念 然后把它放下来 然后呢 不断地觉察 耶稣靠近我们的那个平安 也就是用基督的平安 来做我们的平安 来做我们的主 这就是我们不是 努力地去抓 去求 去说什么 而是单单地领受他 所以单单地领受神的靠近 跟领受上帝对我们可能 要说出来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感受 那个感受叫说 你里头开始有一种饥饿 什么饥饿呢 灵里头的饥渴 那正是我们已经预备好 要聆听的一个记号 所以饥渴慕易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所以当我们灵里头的饥渴恢复了 那就表示 我们原来前面的那些消化不良 被这世上的乱七八糟的资讯 所塞爆的那个肠胃 灵里头的肠胃 我们清出空间了 我们的心灵清出空间了 而这时候 我们会发现 自己是一个预备好的动作 那个预备好的状态 我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 就是小小的沙木尔 曾经在圣殿的里头 当他终于明白呼唤他的 不是以利 而是上帝的时候 他就对上帝说 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当这样的渴慕 从我们的里头浮现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预备好 要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而那时候 我们才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圣经句句是直接从神 对我们的心在说话 它不再是浮在白纸上面的签字而已 它不再是一些资讯 它会成为真正的上帝的Rema 而对我们心灵所说的话语 那将会是一个非常亲密的 对我们生命的说话 而这就是我们所可以学习 所操练的 圣愿神帮助我们 在这十分钟 甚至于十五分钟的安静的里头 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享受 不再去争取 不再去说话 不再用许多的声响 来满足我们的心灵 而是我们可以独独的 单单的静默 知道祂是一位说话的神 然后我们预备好 对着主说 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说话的神 主啊你怎么样训练 帮助历代的圣徒 有一个预备好的安静的心 以至于他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主愿你帮助我们 在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的安静的里头 我们越来越知道 怎么样是一个你的靠近 怎么样是一个让自己 越来越深的预备 可慕的心来欢迎你 聆听你自己的话语 谢谢主 你是乐意亲近我们的神 也谢谢圣灵 你是那位使我们可以明白 来上帝话语的 谢谢主这样的来聆听 这样的来对我们说话 这样来靠近我们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奉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样心靠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圣名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